嗨 大家好 我是Rose 石金霞 今天聊一聊未来会怎么样 聊这个话题呢 是因为我在推上和小猪妹妹我们俩聊天 然后就聊到这个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达成的共识啊 就是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习近平总书记是个蠢蛋 我前面做节目呢也曾经讲过很多次啊 你不要觉得他是个蠢蛋 他是个坏蛋毫无疑问 但他绝对不是个蠢蛋 他的这个志向 他的理想 他的思想 他的观念 他的行为方式 他的逻辑你要认清楚 你就会发现 他是一个内斗 政治内斗的一个高手 行家离手 而且他是从小的时候 他跌他跌猛 就是这么培养他的 你去看一下他的成长的路线 你就知道了 他一步一步的去锻炼他 所以他从整个从基层 人家从那个生产队长大决之书干起 你知道 一点一点的所有的这个基层的历练 他都经过 所以他会扮猪吃老虎 他会呢 这个假装自己 这个无能 然后博得呢 这个信任 他会忍辱负重 他会声东击西 他会这个欲擒故纵 他会阴谋 他会阳谋 他也会一网打尽 他也会雷厉风行 所以这些权斗的这些东西 他非常熟 大家不要说 这这么被一个蠢货 他可不是蠢货 那么你看看他所行的这些 从他 你去看他的人生履历 我之前有做过一个习近平总书记 读过多少书 我是这个给大家分析过 他的血氧 他的这个 你要看他的血氧 你就知道他的这个文化在哪 你就知道他要走什么样的路 他是毛泽东的好学生 他是毛泽东的好儿子 他是那一代人的好儿子们 你不要觉得 这个 这个 这是 好像是 他偶然的 不是偶然 他能成为这一代的领导人 他是一个必然的 这就是他的人生目标 也是当初他的父辈培养他的目标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啊 就展望一下 未来会怎么样 小钟妹妹问我 她说这个未来难道真的就关起门来养酒餐了吗 我说是 我说我录节目来聊一聊 我也不希望是这样 真的 我之前不是还做过一个节目吗 我说我不相信习下礼上 但是我真的希望他是真的 就是 我知道不会 但是我从内心深处真的是希望是真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现实 为什么我从来不蹭这个流量啊 我从来不高举习下礼上 然后赚这个流量 因为我不想给我的观众们以虚假的幻想 你必须要认清现实 你要知道现实是什么样子 它就像铁一样 像石头一样 像刀一样 像血一样 你才不会有抱着幻想 你才不会呢 就是拖呀 等啊 你看去年一年听我的话的出来的 现在你肯定都恶手成轻 可是呢一直还在观望着 等着二十大结束了 再看万一好了呢 万一开放了呢 现在都有点后悔了吧 悔之完疑吧 但是你现在还来得及啊 少说还能有半年的时间 真的少说还能有半年的时间 多说我真不敢说 多说一年两年 好 那么接下来就说 接下来会发生哪些事情 很多人盼着二十大结束了之后呢 清零就结束了 说你看你都连任了 放过我们吧 不会的 我说过N多次了 不会的 这是一项基本国策 所以你看现在 在二十大的过程中就不断有很多地方又又给你风控起来 又给你静默 现在呢 武汉是吧 那个包括我的老家 全员静默了 这个东西绝对不会放弃的 这是一个啊 绝对不会放弃的 所以针对这个给大家提一个建议啊 你要养成一个习惯 一个什么习惯呢 日常你的家里要准备好 足不出户 能够至少供你们全家人吃喝拉撒 用一个月的东西 平常啊 就日常就是随时都要储备这些 如果没有被静默 没有关闭的时候 这些储备的东西就先就就就就在那保存啊 然后保存的时候怎么办 快要过气的先吃啊 没过气啊 时间还早的就先存着 明白吗 要时常不断的这样 要养成一个习惯 以避免再出现呢 就是啊 这种人道主义的灾难啊 当然你如果能多储备啊 能多储备就多储备 实在不能的话 就是储备至少要一个月的时间啊 至少要有一个月的时间啊 那么怎么储备这个 我前面节目讲过 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啊 大家也都有经验了 实际上啊 比我更有经验 是不是 那么这就会成为一个常态啊 一定要记住 再有呢 以后还会发生一个重大的事情 就是 我是一直都保持这个观点的 一定会打台湾 一定会打 有很多人呢 都是说不会打台湾 说除非他疯了 是吧 除非他呢 就是不想混了 除非他这个 想与全世界为敌啊 除非他呢 想步俄罗斯的后尘 甚至还有人说 你看俄罗斯现在都这样了 他肯定吸取教训 不会再打台湾了 不 他一定会打台湾 为什么一定会打台湾 有几个原因啊 一 这是他的梦想 伟大复兴中国梦啊 其中一个近期的梦想就是收复台湾 武统啊 统一中国 完成他的父辈都没有完成的 这样的话 什么邓小平啊 是吧 都不在话下了 他就比肩毛泽东了 比肩太祖了 毛泽东不是建立了新中国吗 但是留下了台湾没有解决 是吧 邓小平不是这个收回了香港和澳门呢 但是邓小平收回香港澳门 那不是说租期到期了吗 是吧 收回来了 那么他已经把香港澳门扫尾了 你看 现在香港和澳门已经是完全的红化了 那我要说啊 就是香港的朋友们 我知道我的观众也有不少香港的啊 香港的朋友们 你们也走 不要再留恋香港啊 不要留恋香港 你能去英国 大部分香港人都可以直接去英国的 你就去英国 香港的教育 香港的经济啊 你已经是眼看着的了 对不对 香港的经济 你看现在的情形 香港的教育已经完全 把从内地派过去的 然后啊 然后香港的军队 香港的法律 都会 都会被 很快的 会迭代 赤化就像沙漠化一样 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你现在还能走 就赶紧走 不要再有什么盼望 除非 是 你就是不想走啊 或者说 有特别的原因啊 这个家庭啊 大家愿意在一起 是吧 那你选择留下来 留下来呢 就是你心里有盼望 有信望 是吧 但是如果你要再犹豫啊 你在犹豫呢 香港的朋友们走 不要犹豫了 不要犹豫了啊 那么我也不建议您去台湾 因为台湾呢 就是肯定是难逃一战 我这个不是蹭流量啊 我就是几年来 我一直坚持这个观点 我跟我很多朋友 就是有过探讨 也有不同的碰撞 但是我始终没有改变我的观点 他肯定会打 因为这是他的理想 这是他的梦想 这是他少年时代 就根植在他内心深处的一个野心 西秦皇汉武略书文采 唐宗宋祖稍训风骚 一带天骄成其四汗 指食弯弓射大教 邓小平不过 是吧 这个到了租期 把香港和澳门收回来 但是没有改变他们 我改变了 是吧 香港澳门变成我红色天下了 那么毛泽东呢 留下了台湾 给谁留的 就是给我习近平留的 我要把台湾收复 统一 统一大业 而且你要知道啊 这个统一大业呢 在国内是绝对绝对有市场的 你随便去问一个 你不要问你身边的人 你身边的样本太小了 你知道吗 全国你想想能翻墙的人 能有多少人 14亿人 你说能翻墙的 有多少人 很少 你去问 你去问 随便你路上 是吧 你学校里去问 那肯定说 一定要统一呀 祖国一定要统一呀 台湾一定是我们的呀 是吧 所以啊 你不要抱幻想 不要抱幻想 我们东南一带的 真的都是挺 挺担忧的 什么这个江浙户啊 包邮区啊 包邮国 一旦发生战争 是吧 首当其冲 真的是首当其冲 还有福建啊 是吧 那么 既然会打台湾 那么就会出现 很多不可预料的情形 对啊 国际社会会怎么样 是吧 哎 你要知道台湾 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呀 台湾不是你 伟大祖国的一部分 台湾是个独立的国家 那这就是一场 一场侵略战争 在国际社会上 绝对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 与台湾啊 连起来的那些国家 日本啊 这个美国呀 是吧 等等这些国家呢 都会发出警告 那么 有人说对啊 所以他不会与世界 他才不在乎与世界为敌呢 你看看 他的榜样是谁 他的榜样是谁 甚至都不是俄罗斯 是朝鲜 你看人家怕与世界为敌吗 根本不怕 朝鲜那么个弹丸小国 闭关锁国起来 然后世界都不能奈他何 更何况960万平方公里 闭关锁国呢 内循环 为什么要提内循环 人家在下一步很大的提 内循环 绝对是内循环 有的人可能说 那个打一打台湾 不就民不聊生了吗 能支撑吗 怎么不能支撑 俄罗斯都能支撑 对这个乌克兰 向全世界挑战 是吧 中国这么大土地 这么丰富的资源 不能支撑 什么不能支撑 这么多人 14亿韭菜还不能支撑 他不担心不能支撑 你知道吗 而且国内的经济情况越不好 他越需要发动战争 一旦发动了战争 大家就全部同仇敌开 对不对 一旦发动战争 然后呢 国内的宣传机器就会告诉你 这是列强 帝国主义 要亡我之心不死 要呢 阻止我们收复台湾 我们要与列强作战 于世间群情激昂 万众一心 众志成成 很快就会发生 很快 我预测呢 五年之内吧 其实我想说三年之内啊 甚至快一点 有可能一两年之内就发生 所以大家不要抱有幻想啊 这个是肯定会的 没有人能阻拦他 没有人能阻拦他 谁也阻拦不了他 你想他又掌握着这个河 是吧 又掌握着人 又有钱 又有这么大的土地 而且 内闭关清零 外攻打台湾 与世界为敌 那么他的统治 就越坚固 越稳定 他很懂这个 他不担心这个 他不担心这个 所以这一战是不可避免的 然后至于文化大革命 你不用担心了 文化大革命已经发生了 您就在文化大革命之中 白卫兵比红卫兵厉害的多了 所以不用再问文化大革命的事了 所以什么英语啊 是吧 什么这个科学呀 什么这些东西啊 都不用担心了 都会取消的 以后学英语呢 是吧 只有一些特殊人才才能学英语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会彻底的变成局域网 第三件大事啊 就是会特会彻底的变成局域网 翻墙 现在大家能翻赶紧翻 现在大家要储存什么 赶紧储存 翻墙会成为重罪 会成为重罪啊 叛国罪 不是特务罪啊 是叛国罪 然后销售VPN的 那也是叛国罪 颠覆国家政权罪 这个也会很快 所以呢 局域网啊 就是不会断网 不会断网 你国内肯定还能上网 大家都能上网的啊 你什么拼多多呀 什么淘宝啊 是吧 什么抖音啊 是吧 你都保证没有问题 保证没有问题啊 但是你是一个内循环的局域网 绝对不可能 随便什么人 你都可以翻墙 你都可以到外网了 那是不可能的 大家不用担心 技术上实现不了啊 技术上绝对是可以实现的 在这方面 中国的技术领先全球 技术上绝对可以实现的啊 绝对绝对可以实现 然后呢 就是 第四件大事 就是一切的私营的 大中小的企业 什么个体工商户 全部死光光 大的收归国有 是吧 小的你看也倒闭的都差不多了 中型的都倒闭的差不多了 是吧 然后呢 税收 你不倒闭 他税收啊 是吧 各个方面啊 他得是先征税 强征税 是吧 房地产税铺开 是吧 然后呢 这个啊 不用担心啊 说这个一定要救市啊 是吧 房市不能倒 房市房市倒了 这个国家就垮了 是吧 现在国家不担心房市 房市垮了 无所谓啊 什么垮了 国家都不会垮啊 他不在乎经济 人民经济共同富裕 什么意思 就是要计划经济 全部都要靠分配 今后呢 就是什么都要凭票供应 凭什么票 电子票 啊 不会啊 有人有人说那就是还像以前一样 拿着这个什么 呃 自行车票 什么电视票 什么手机票 不不需要了 完全是电子票 数字 数字化 你的工资是吧 给你分配好 全部 那慢慢的就是纸币就取消了啊 纸币就取消了 然后呢 你的工资都是数字化的 然后呢 你这一你这一个月的工资 有哪些 有有100块钱是用来买烟的 有200块钱是用来买米的 啊 有300块钱是用来买衣服的 啊 有10块钱是用来听歌的 啊 啊 然后呢 啊 有500块钱是用来旅游的 为什么 旅游呢 以前要多一点呢 因为要拉动内循环啊 是吧 啊 GDP还是需要的 啊 我这是打个比方啊 也就是说 今后 这个也会很快 我预计可能 10年 5年 10年之内 5年 啊 我觉得也是5年吧 啊 5年左右就能变成现实啊 啊 5年内呢 应该能变成现实 就全部数字化 全部数字化 然后你所有的钱 你所有的钱 都是给你分配好的 你 你用来 你用来买肉的钱 你是不能用它买葱的 这个月买肉的钱 你不花掉 那么下个月就清零 清零宗绝对会给你清零 然后你每个月的钱 你必须都得花掉 不花掉到下个月 就失效了 当然可能会有一部分给你留着 是吧 但是留着的是固定的啊 就比如说留下来的是要你 什么所谓的 呃 什么国家 什么基金啊 什么养老 什么基金 当然最后也到不了你手里 啊 然后呢 细小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什么呢 啊 什么退休 还想什么退休 是吧 渐进式延迟退休 是吧 人家领导人都不退休了 你还退休 是吧 人家那么老了 70岁 69岁了 站在那里 一口水不喝 啊 没有果盘 一口气读这个东西 人家都那么拼 你还想退休 哈哈 没有退休者一说了 啊 没有退休者一说了 如果你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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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好干 是吧 哎 那么你是什么 你是人民的敌人 啊 你是人民的敌人 什么诗歌呀 什么音乐啊 所有这些艺术啊 啊 别再想着什么百花其放了 然后呢 所有那些啊 就是说现在自媒体 国内的自媒体 凡是呢 你跟主流 你不是粉红的 你不欧哥习大大的 你不欧哥伟大的祖国的 你们都活不长 都活不长啊 那你 只有呢 就是啊 你人家 人家国母是谁 国母是搞艺术的 是吧 哎 国母来抓艺术 八个样板戏 新时代 是吧 哎 那就是可能不止八个样板戏啊 会很丰富多彩 会非常丰富多彩啊 对不对 歌舞啊 音乐呀 是吧 这个电影啊 电视剧啊 各种形式丰富多彩 但是内容 都是一样的内容 大家能理解吧 哎 所以说 细节的东西啊 比如说生孩子 是吧 必须得生够多少个孩子 是吧 这个该结 到结婚的年龄 不结婚 是吧 是不行的 对吧 啊 然后呢 要想提干 要想怎么样 你必须呢 就是你 你有几个孩子 是吧 你怎么样 是吧 这个肯定是 要写在里边的啊 要有这个制度的 计划生育 不会取消 让你多生呢 也是计划生育 是吧 计划生育 不会取消 计划生育 是基本国策 不会取消 动态清零啊 是基本国策 不会取消 然后计划经济 一切都要分配 而且要分配到极其的彻底 绝对绝对啊 绝对是这样的 这就是未来 而且我的预测就是 最迟十年内 应该基本上五年之内都会变成现实 觉得恐怖吗 我这个油管没有置顶 像有能 有置顶啊 其实有置顶 我会把这个长期置顶一下 我希望我说的都是天方夜谈 我希望我是起人忧天 但是还是要面对现实 那有人说那我出国 天哪 这都是小事了 是吧 这个网都变成局域网了 你还出国 只有一部分人才能出国 实际上你回头看一看 中国人能够出国 到现在 其实能出国的中国人 也是一小部分人 我第一次走出国门 是2019年 那么所以 所以现在能出国门的人 你中国人能够出国才多少年呢 没多少年 也就是加入世贸之后 快速发展的 算来算去也就不超过20年 而且也是一小部分人 到现在仍然是一小部分人 你去问问你身边的人 没有护照 没有签证的 从来没出过国的 绝对是占绝大 99% 所以以后只能有那 极少部分人可以出国 绝对都是公派的 信得过的 靠得住的 大家就不要再想着 什么出国留学呀 是吧 移民呢 是吧 这些呢 就都与大家无关了 然后边境呢 地雷呀 铁丝网啊 是吧 这个上边有这个 无人机 都不用直升飞机了 上边有无人机 旁边有摄像头 偷渡 也是 大家可能想起来都说 当初啊 是吧 你这是几个汽油桶 绑起来都能偷渡 现在不行了 偷渡 也是很难很难 如果你现在说 我真的正常途径出不去了 那我 你真的要下决心 飞出来不可的话 你现在就是偷渡 你要出来 因为再过了 两年 你偷渡 插尺难飞 天罗地网 时代不同 时代不同了 也不要反抗啊 大家也不要反抗 就是好好活下去 等天收他 天一定会收他 为什么说 我不建议大家反抗 因为你反抗不了 你反抗 你就是 你就是 现在是真正的 躺臂当车了 不好意思 我就是这个人 就是说实话 信主吧 人的尽头 神的开头 中国人真的到尽头了 就是神的开头 我们一起祷告 转两项神 破除我们的偶像崇拜 我们敬畏神 然后 只要我们能敬畏神 我们就能知道 什么叫爱人如己 我们就不会彼此互害 我们就会互相 互相保护 在那种道路一幕啊 在那种 他要鼓动人们 互相残害啊 互相检举揭发 但是如果我们心里有信仰 有坚定的信仰 我们不会做这种恶事 就会有更多的人能活下来 有更多人能够活下来 然后就能够等到 他灭亡的那一天 你就是要跟他比寿命 比谁的命更长 然后不断的向人传福音 切切的祷告 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转脸向神 那么神就会越来越早的出手 搭救拯救 相信我 这是唯一的出路 别的路没有了 能跑 现在你就跑 跑不了 信望爱 交托给神 当然跑出来的也是一样 也要有信仰 否则的话 你还是呢 不得自由啊 还是不得自由啊 你可能还会眷恋 这个埃及的肉汤 你还会怀念 被奴役的日子 你还会 渴望新的偶像 你还会陷入新的苦难 另外呢 给大家推荐一本书 现在什么动物农场 1984啊 这些就不用推荐了啊 你就眼前都看着呢 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呢 我推荐了很多次了啊 英若成的水流云哉 英若成的自传啊 英若成是英达的父亲啊 他写的水流云哉 就是写 他在那个文革的时候 被抓起来 他怎么过 他怎么过的 这本书还是 很实用的啊 如果呢 你买不到实体的了 你看看 这个二手的啊 可能还能买到啊 当然了 有人说那书怎么样 书呢 将来肯定是 很多很多书都没有了 地下读物啊 你家里如果有这个禁书啊 是吧 你好好想办法藏起来 包括圣经也要藏好 这就是现实啊 面对现实 才更有利于我们健康的 长久的 有勇气的 坚定不移的 有信心 有希望的 好好的活下去 无论国内国外 我们的亲友们 让我们彼此守望相助 即使将来我们不通音讯了 我们也知道 我们都在彼此的心里 彼此默默的祝福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读圣经 点开播放列表 就可以从创世纪跟我一起读 按照次序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